这两天 泰州仙居县公安局办公楼迎来了老朋友 一对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红笋 连续第四年飞到这里 繁衍生息 来看今天的蓝媒视频 新年来的第四年 缠染的话一般就是三月中旬 大概五月份左右就雨一风满就飞走了 这么多年了 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想着他们 我咨询过他们森林公安的人 要不要喂点食物给他们 他们说不用的 这样会毁坏他们的自然生存能力 然后就一直就是互不干涉 互不打扰 我们觉得对野生动物 就默默地守护它 尊重它自己的一种生活的自然的规律 这是在它最大的一种保护